有些朋友啦各位我是屋子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之前拍過的那支 把牛奶乾燥成奶粉的影片吧 那老實說呢 其實我本來是不覺得 我在那支影片裡面用那個方法可以成功 所以呢其實我那個時候還買了一台 炸熱的機器 炸彈 食物乾燥機 嘿嘿 這個東西呢 顧名思義啊 就是可以把食物弄得乾燥的機器 那一般來說啊 這個通常是拿來做一些什麼果乾啊 肉乾啊 或者是那種花茶裡面的那種乾燥花在用的東西 那既然它是可以把水分都蒸發掉的機器 那我不管放什麼東西進去 它應該都可以把水分給弄不見吧 雖然那個時候我買這台來啊 本來是要把它拿來做奶粉 結果沒有想到 欸我上次用電池加熱的方式就成功了 所以這台機器我就一直沒有用到 那前幾天呢 我看它孤零零的躺在角落 非常的可憐的樣子 我就忽然想到 欸 除了牛奶之外 應該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把它乾燥成粉吧 所以呢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台機器 實際上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去全臉 看看有什麼看起來乾燥起來很有趣的東西 通通把它買回來把它丟進去乾燥 搞不好我們就發現了一個 美食的新大陸也說不定喔 OK 看完了 哇它使用真的是相當簡單啦 開機了之後呢 欸 這邊調時間 這邊調溫度 START 就可以開始烘了 OK 好 那我們事不宜時立刻就來烘一個 上次我們本來要拿來烘的東西吧 沒錯 牛奶 欸 根據我們上次的經驗啊 只要把牛奶裡面的水分通通都把它烘掉 應該就可以製作出奶粉 那因為我們不確定這台機器 能不能一次除掉那麼多的水分 所以呢我們的一號測試者 先用牛奶來試試看 如果真的能成功製作出奶粉的話呢 欸 我們再把全臉找到的 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啊 通通把它拿去乾燥 第一盤牛奶 OK 這樣子兩盤牛奶應該就夠了吧 溫度的部份我覺得我們來個直接到頂80度好了 然後時間的話我覺得給它來個3小時 先看一下狀況如何 OK 80度3小時 START OK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用80度烘了2個小時了 那我目前看起來呢 裡面的牛奶 彷彿有減少一點點 喔 裡面好香喔 裡面都是上次的那個奶酪的那個味道 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基本上呢 它現在上面就是一層膜 它上面的 它上面這層膜很厚欸 我們把這個膜把它挑掉 好完整的一層膜直接被我挑下來 然後裡面 欸 它牛奶確實是有少了很多的欸 你看 一開始的那個線在這邊 然後現在已經少掉了很多了 兩個小時就少掉了這些 我覺得怎麼好像再過個 maybe 八個小時 你應該就可以把它弄乾了 那我們就繼續弄 OK 然後另外這邊呢 我想做個對照 我上一賽做奶粉的時候呢 是要定期把上面這個油脂的膜把它弄掉 那這一次呢 我這邊有弄掉一點點 然後這邊我都不弄掉了 看看最後會變成怎麼樣 好 那就80度繼續抽個 12個小時好了 嘿嘿 明天早上再來看一下狀況 OK 好 那我們現在這層膜呢 我們就把它吃掉看看 哈哈哈哈 因為上次那個膜喔 看起來有點可怕 但這一次呢 欸 全部都是在食品級的環境下備製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吃下去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來吃吃看 欸 豆皮 而且是奶香味超重的豆皮 我也不認真好吃欸 弄的 我就有點想把另外那邊拿出來吃了 OK 好 那我們就把它擺在這邊 擺一個晚上 明天早上再來看一下吧 一個晚上之後 OK 我們已經經過了一整個晚上 12個小時了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狀況如何 嗚嗚嗚嗚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它看起來好像還沒乾掉 欸 乾掉了 已經乾掉了 它是硬的 然後另外一盒呢 另外一盒 這是 這是什麼狀態啊 另外一盒上面有一層軟軟的 然後 很像骨膜那樣子的東西 首先我們中間有去掉一次膜的這一盤 它現在就是整層黏在這個金屬容器上面 然後它摸起來 好滑喔 我稍微把它刮下來看一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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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它現在該不會是牛奶糖吧 我切一點點看看 還蠻像的欸 而且它那個味道 喔 超濃郁 剛咬下去的時候沒什麼感覺 但是它在嘴巴裡面 跟著口水一起化胎的時候 就彷彿有一頭牛在我的嘴巴裡面 慢慢的長大 我真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如果再加進一些什麼糖 什麼之類的 然後再把它壓縮成一個方塊 它真的就變牛奶糖了 這跟上次做的那個奶粉 感覺有點不太一樣欸 是不是因為我們留了比較多的油脂在裡面啊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一盤了 這一盤就是我們烘了兩個小時之後 沒有先把上面那層膜去掉一次的這個結果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上面這一層 它是 我以為它是膜 但是結果它是有一點脆的 而且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欸 這看起來怎麼好像有點好吃啊 這可以吃嗎 對啊 這個好像 那種教堂布丁最上面那一層欸 這個可以吃嗎 這個 我好好擠喔 什麼味道 超香 喔好...好濃喔 超香 超香 你有沒有買開一片 這聞起來就超好吃的 我要吃了 我不管 好脆喔 烤烤烤了 欸 它... 有點... 斷 等一下 它換掉了 哈哈哈哈 好 那既然上面這層這樣子的 那下面那層應該也是不能吃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 底下這層的水份呢 看起來還沒有完全消失 你看還沒短短短的 應該是因為上面蓋了一層油喔 它的水蒸散不出來 好 我們一樣 聞一下 哇... 香喔 超香的啦 這個東西真的不能吃嗎 我好... 我覺得好可惜喔 好軟 欸 好軟 它是不是一個 濃縮的 有一點酸酸的 非常非常香的牛奶 OK 那看起來呢 這個雖然跟我們上次製作奶粉的 這個流程是 概念上是有一點像的 但是做出來的東西 欸 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那總之呢 我們已經大概知道了 這一台乾燥機 確實就是可以把水分這樣 一直... 一直維持在一個溫度 這樣把它抽出來 所以呢 欸 看起來我們就可以 繼續接著往下糊稿啦 好 我們這次預計要乾燥的 有這五個東西 分別是 香腸 布丁 牛肉乾 可樂 跟柳橙汁 各位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牛肉乾 它就已經是肉乾了 幹嘛還把它拿來乾 啊 難道你們不會好奇嗎 你看 這個牛肉乾 其實 它是有一點光澤的 代表說它裡面還有一點水分 那如果我繼續把它拿來 一直乾一直乾 乾到完全脫水 就會變成牛肉餅乾 然後另外呢 這個香腸啊 也是一樣 我還特地 用很奇怪的這個切法 把它重切 然後切成像香腸片 我就想說這樣一直乾一直乾 最後會不會變成卡滋卡滋的 香腸脆片 然後這個柳橙汁嘛 因為它號稱是百分之百的果汁 那理論上來說 如果我把它的水分通通都抽掉 然後再把它丟進水裡 應該可以還原成柳橙粉 然後這個可樂也是 能不能把它弄成可樂粉 然後丟回去水裡加熱 還原成可樂呢 然後最後呢 就是這個布丁 因為我小時候有一個印象 就是冬天的時候呢 我媽媽怕我太冷 所以我要吃布丁的時候呢 她就把布丁拿去微波加熱 呵呵呵 然後呢 那布丁從微波爐拿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一攤液體了 所以我就很好奇 如果把這攤液體裡面的水分 全部都烘乾的話 還是會怕什麼事情 好 OK 我們這次就來考考看吧 而且準備就緒 那因為裡面有香腸肉乾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 參照它上面的這個指示好了 說肉乾類是65度到80度 要烘個6到20個小時 那不就跟我們在烘牛奶一樣嗎 那就直接烘個12個小時啦 OK 那麼我們就擺整天 欸 不知不覺過去了24個小時 來 我們立刻來看一下 現在裡面這些東西 被我們抽乾了之後 到底是怎麼樣子吧 嗚咿 嗚嗚 你們看這個布丁 哈哈哈哈 這個氣得上 就是把那個布丁給它 硬到這個鐵盤上面去那種感覺 而且它有那個立體感欸有沒有 我現在從這個還是2D還是3D 哈哈哈哈 超有趣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布丁 現在是什麼狀態啊 我猜應該跟昨天那個牛奶一樣啦 是整個黏在上面的 欸 它 它有點軟欸 居然抽了24個小時 還沒有把它的水通通抽掉嗎 啊 我覺得這個裡面應該不是水了 這個裡面可能是一些糖啊 然後油脂啊 什麼其他的一些麵粉 什麼之類的東西 我不知道 然後上面這個就黑糖嘛 然後它現在就是 喔 整個軟軟的 那總之呢 我們就嘗嘗看味道吧 直接用鹹 欸 因為它現在就是整顆是硬的 但是你舔的時候 你的口水會把布丁融化掉 所以其實是可以舔出那個甜味的 而且那個甜味 完全就是統一布丁欸 完全一模一樣欸 哇 很好吃欸 哇 我有點好奇 如果這個時候我加熱水的話 它會不會還原成統一布丁汁呢 它有一點還原誒 呵呵呵 嗯 沒有味道 這個跟昨天那個牛奶有點像誒 哇 我第一次吃到這種東西 真的是軟糖的口感 一模一樣 很好吃欸 很好吃欸 怎麼回事啊 欸 倒起來很有味道欸 雖然說原來布丁車軟軟這樣QQ的 然後很好吃 它吃起來很甜 但是這個 軟糖有別的風味跟口感 欸好讚 超過新的食物了 這個真的可以 OK 看起來布丁放進乾燥機 登登 完全可行 OK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東西 欸 哇哇哇 到天了 這什麼 這 這我有點分不清來 這個是可樂還是柳橙汁 喔 這個應該是柳橙汁 因為可樂在這裡 可樂變成一團醬油的感覺 然後這個醬油它是 是軟的嗎 我看一下 欸 它是軟的欸 啊 這個應該是糖漿 可樂糖漿 可樂糖漿 對對對 就是完全沒有可樂跟二氧化湯的狀態 OK 所以既然它是可樂糖漿的話 我應該可以把它這樣子 往前 喔 果然 哇塞 這個是什麼麥芽糖 哇 完全是麥芽糖欸 喔 我之前是看過人家把可樂煮到乾的狀態 但是因為 他們是很高溫這樣煮的 裡面這些糖漿其實很多都燒焦了 但是原來在80度狀態下 把那個水通都蒸掉 可以得出這麼 那麼純的糖漿欸 OK 我們來吃吃看會不會有可樂的味道 它黏牙 呵呵 它好黏 我的老天 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有可樂的味道 來 你試試看 喔 好香喔 很香欸 它很香欸 這個比起我們小時候吃的那種可樂糖 沙滋糖 味道好像不太一樣 這個比較像可樂的味道 嗯 它不像可樂糖做的那種味道 Wait a minute Who are you OK 來 我們把它加水 看看能不能把它還原成 熱的Mero二奶化蛋的可樂 熱水加進去之後 它立刻就 它立刻就化開了欸 OK 究竟能不能把它還原成可樂呢 哇 哇 哇 喔 不對捏 好苦喔 哈哈 好苦喔 這什麼東西 這個是藥吧 欸 奇怪 經過24小時的高溫增加之後 我應該是只是把水分抽掉而已 所以看起來裡面 應該是有經過一些什麼反應的 因為這個東西喝起來實在是 有夠苦 完全不會甜欸 OK 所以看起來 把它可樂乾燥之後 沒有辦法還原成可樂 我覺得就算你把它降溫 然後加二兩化蛋 都沒辦法 這個完全是苦的 OK 好 再來 柳橙汁 我本來是期待它可能會還原成果汁裡面的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柳橙的手感 太脆了吧 好 下一句 真的是那個脆皮烤豬在刮那個皮的聲音欸 來 我們來吃吃看 究竟會不會有柳橙味呢 好複雜的味道 我的大佬當機了 哈哈 它真的其實是有一點點柳橙味道 但是 更多的是苦味跟酸味 大家如果去喝那種鮮榨的柳橙汁 這是雙上甜點的很好喝對不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去買那種市面上直接一罐的那種柳橙汁 就會有一種微妙的苦味嗎 我覺得在那個脫水的過程中 那個東西的味道 被超級放大 所以吃下去的時候 那個苦味就非常明顯 OK 好 我們再來 一樣別的步驟 喔 這個也要泡 還原 它看起來 就像是從什麼水溝裡面撈出來的淤泥 然後我等一下還要把它喝下去 好酷 好酷 喔 流程之因乾燥雞 DAMEDES 哇 哇 哇 哈哈哈 各位 為了避免各位忘記喔 這是香腸 然後呢 旁邊這個是牛肉乾 然後它表面 哇 它表面已經乾到已經 那個毛都已經出來了 是怎樣 哇塞 這是木乃伊耶 OK 好 那我覺得 我對香腸的期待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我先吃牛肉乾 香腸壓軸 牛肉乾乾 牛肉乾乾 把牛肉乾再拿來做成乾 哇塞 牛肉乾乾 其實還算OK耶 不會說太難吃耶 只不過這個東西 應該是沒有辦法 當時我們都是遠足 或是遠征什麼時候的那種 扶起口的樣子 因為它吃下去的瞬間 就會把你的嘴巴 刷磨 所以我覺得吃這個東西 會耗費大量的水分 然後味道方面嘛 我覺得它有保留牛肉的味道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沒有像 它還是牛肉乾的那個時候 那麼的有牛肉味 它不難吃 但也說不上好吃 OK 好 再來 最後的 香腸乾 這個香腸乾 是我今天這五種東西裡面 做出來的成果 最符合我一開始預期的 而且 它真的是有香腸味的餅乾 各位如果喜歡吃香腸的話 應該會有一些人 特別喜歡吃 稍微煮過頭的那種 稍微脆脆脆脆的香腸 這個就是極致感 而且它味道沒有改變 對啊 它還是原來的味道 這個東西跟統一布巾 應該是今天為二 就是甜後味道幾乎沒有什麼差的 OK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測試啦 我們今天測了這六種東西 基本上呢 只有布巾跟香腸 是我推薦的 其他 啊 尤其是那飲料 飲料整個脫水 就完全不對了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這個乾燥機的開箱啦 那麼在我上這支影片的同時咧 阿鏡那邊也會上一支 它用乾燥機 做一些比較正常的食物的影片 所以呢 各位如果想要看一下這個乾燥機 到底能做出什麼好東西的話 欸 可以去阿鏡那邊看一下 那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那如果喜歡的話呢 不要忘了 按讚 讚 分享 如果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點旁邊的小光喔 或者去我的胡適Live跟Instagram看一下喔 那今天就這樣啦 我是胡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ヽ ノ